我們的專理製作名稱是惠霧機的海上 海上指標發熱裝置系統 在現代生活中 電已經是一個不可過削的能源需求 人類的生活已經多離不了電的使用 電有許多優點 例如交通、帳、取暖、電訊、計算、電機、電燈等等 都必須以電為主要能源 可是電力的取得和應用 是一種效率很不好的能源轉換過程 從一次能源的開採 一種到轉換成電力的過程中和發電 輸電跟配電能量耗水已經超過大半了 此外台灣的主要發電 發電來自於藍煤、核能、藍氣等種能源 但是上述的發電方式雖然提供和便利 但也造成了能源耗解 以及環境污染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去解決的特別 再生能源和綠色能源的使用 可減少石化污染 使用的 所產生的污染 兼顧環境保護 滿足人類對能源使用的需求 因此我們決定使用 再生能源和綠色能源 充得波浪發電 來應應現代社會 對能源需求的要求 以及不然房子的動勢之 迫切各種 藍煤發電、核能發電、藍氣發電 是台灣主要的發電來源 但是上述的發電方式雖然帶來了 人類的文明的進步和發展 卻對地球的環境造成了危害 而當電力送到你家之前 其能量的耗準 已經差不多我們的改強 因此 許多國家家庭和學校等 提出並執行 所謂的節約用電措施 以減少電冷的消耗 雖然近期年來已經發展 是太陽冷、風冷、水力冷等環保發電 但是因為這間發電方式成本過高 遭受電氣影響的限制 以及缺乏擺放空間等重大問題 直到現今還無法圓滿解決 所以目前還是得依賴節約用電 來維持生活及工業生產 甚至常用電需求 基於以上之情況 我們決定使用 再生能源及綠色能源 研究如何製作出 簡易又環保法的發電工具 目前再生能源和綠色能源分為四種 分別為太陽能、風力能、潮性能、地熱 在上空四種能源的使用上面 比潮性能發電式應用的比例最高 並且潮性能、新種自不進用自不解的能源 所以我們決定使用海洋發電中的波浪和潮性能來製作我們的成品 我們擬出了此成品的兩大功能 第一,單一浮標發電裝置和正列浮標發電系統 來作為此次專體集體創作的目標 我們從此作品介紹 此作品介紹 假設當海水從此洞頭灌入時 並由海水推動此薄膜 藉由薄膜所帶動的風 灌入此內小管的風洞裡面 再由薄膜所帶動的風 推動我們自行設計的Waterpin葉片 並且Waterpin葉片連接主軸 並主軸連接著發電機 藉此轉動以產生發電 並此我們在內小管裡面 設計了一個小薄膜 當風從風洞關入時 可藉由小薄膜的彈性的回彈 再推動一次 再推動Waterpin 來造成第二次的發電 並且此中置的優點就是 構造簡單 並且我們可視海南大小 跟主體的重量而改變此重量 為此我們設計了層子系統 我們故意將層子系統 鎖上螺絲而不拔布地死 是為了以後可視海南大小 和整體重量來改變重量 以達到平衡的作用 此作品的優點 為一個可充分利用海洋 再生能源的裝置 並且此系統擁有可拆裝性 配裝容力 裝配方法容力 只需將主體拿起即可 此外 由於這個發電系統 是一個全新的創新設計 我們已經委託專利申請事務所 進行專利申請 不久之後 我們將獲得一個新型專利 可是此作品也有缺點 由於目前處於開發階段 我們窩特幣系統的頁片的發電效率率不高 我們未來將改良 即研發頁片的主軸的傳輸效率 以及產生更好的發電效率 並且記憶上出原因 雖然發電效率不高 可是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用木頭設計的正面發電系統 來產生複數以上發電 假設當一支系統有5到10瓦發電時 我們可以利用正面發電系統 裝載1萬支的無標組體 這樣可產生5到10萬瓦的發電 並且我們在中間設計的 環磚固定裝置 以防止海浪過大導致主體 主體翻覆或損壞 此次這就是我們此作品的影片介紹 謝謝大家 好的